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来带当中的每一位姐妹们 我们又往更美 更健康 更有佑 少了一个是什么 更好 更美 更健康 更有佑 往前又迈进一步 夜一下 老婆通常都很忙 要出门前就跟老公说 等一下你早点下班的时候 请把意大利面放炉子上 我们回来可以早一点吃 结果 老婆又说啦 如果你早点回来 记得把potato削一半放在炉子里煮 我们回来就有东西可以吃 结果 削了一半 全部都削一半 他的意思是什么 削半袋 所以这个是有效的沟通吗 是 很好笑啊 有效的沟通 其实我们的沟通都不是有效的沟通 开玩笑的笑 有效的沟通 而是有效的啦 有效的沟通 所以今天重不重要 不重要 因为牧师要教我们什么是有效的沟通 有效的沟通很重要 甚至于你可以影响生命 用你的生命来带动另外的生命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很感谢神周遂牧师好久不见了对不对 你们相信吗 他比我们年纪大 不是老啊 是年纪比较成熟 但是呢 他一整年的schedule都比我们亏自己太多了 他就算去了台湾也是台北台南台北台南高雄这样跑来跑去 常常那时候我们在医院的时候 牧师是拿着行李下了火车就直奔医院看我们 然后还比我们有精神 你知道所以感谢神 我们要继续为牧师的身体健康继续祷告 他真的是神忠心的仆人 在服侍神的道路上 从来都是非常的热情 非常的努力往前走 充满的喜乐 所以他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我们也要努力向他学习 今天非常高兴牧师要教我们有效的沟通 把接下的时间都交给牧师 感谢在美主 感谢主我们都是蒙恩的人 不是因为有神恩典 你们都是美女 来到这个班固年有的变成美 感谢主 上帝的恩典太大 不想要从何说起 但是每次来都想说 主是不晓得有什么礼物要送你们 从他手中葛道礼物是最好 阿们 送给你一个最近我领受的礼物是 我六月到那个比较客气 参加我四个生女的毕业典礼 从小学 初中 高中 都有 那我一个温元气一次 但是这一次听语的比较重 通常我是两个礼拜这一次只有四天 然后每天下午我会跟孙子们上步 每天我在走路的时候 我会跟他们问东问西谈话 每天我在走的时候是一个人走 因为他们都去三角派对 高中派对很多 那我就说主啊今天是我一个人走路 那他马上就准备我 不是你一个 我跟你走路 这太高兴了 但是接着他讲那句话是太感动了 他说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吗 那我很想 我很相信神也这么要向你说 他很想提醒我们说 你知道他是多么爱我们吗 还是你会觉得说 我没有感觉啊 那是因为我们凭感觉去体会他的爱 而不是凭着他 那在这个圣经里面 像我们说的 我永远爱你 我总不可以想你 父怎样爱我 我也怎样爱你 所以我们的圣经充满了神来的情书 我们也会觉得他多么爱我 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享受跟领受 这一次我就常常提醒自己说 我要记得他是多么爱我 我要去 be aware and feel it and believe it 要去知觉神的爱 也要去相信神实在是这么爱我 然后要感受主的爱 那刚刚我们的带经拜的姐妹 很想是你自己写的诗歌吗 不是 不是 很好 这是世人自己体会出来的 他会以主耶稣为最宝贝神的爱 能够我们向他说 他是我们的最爱 假如每天我们能够再去提醒去聆听到主这样的声音 我们会不同 因为世上实在有太多困难的 太多问题 然后很多困难的问题都不是我们制造 是别人制造来送给我们的 那要再说你要不要接受就对了 那我在想说这一次我是想给你两件事情 一件事是说你要如何从圣经自己去领受神的话语 而不是每次要别人教你才会 这个叫做聆听圣经所说的话 那以这种心态去读经的时候 你就会有所不同 从聆听圣经现在在向您说什么 这一次我就想用约翰福音四章来带我们第一件事就是 如何从圣经聆听神在向我们说什么 我有请你们预先准备读约翰福音四章 有读的人提醒 哇 非常好的学生 这就是鼓励我 那我因为做老师习惯了 所以都很喜欢说让学生多得着 他们学生多得着 所以我写了讲义乖不乖啊 乖 给你讲义哎 摆盲中还要写讲义出很乖了 所以为了让你能够成为一个 肯学习而且肯去为教导的人的人 我们时常都有两方面 学习跟教导 领受跟给出去 人生就是这两条线 领受然后给出去 学习然后教导 所以每一次我的学生 我是在教神学 我的学生我都鼓励他说 你每学的科都要会教 所以我给他们的作业 常常是要他们设计 两个月的课程去教他的信徒 每一科我都是这样期待他 所以他们都会写八课出来 在每一课 比如说我一月又要教领袖训练 领袖训练是牧师你要在教会 如何栽培领袖出来 但是因为我是学心理的 我会从另一方面鼓励他 比如说个性与领袖训练 每一个人的个性是影响你的一生 你同意吗 没有时间跟你们交个性的问题 非常有兴趣 明天开好吗 笑死我了 没错 个性是太微妙的一个事情 一生是一个mystery 你不了解为什么我会这样呢 为什么我是这样一个人 为什么他会是这样呢 就是个性 个性有它的来源 这个是一课 课全学期的课 我不知道怎么教你 三个月可以吗 三堂课可以吗 应该是可以 说短都可以 不过还讲到原生家庭 上个月中福开了原生家庭 他请一级棒的老师 就是林果亮院长 给他只有两个钟头 实在也没办法 但是他真是好棒的 因为他也是写心理的 也是写家庭的 那因为这个题目去吸引了 几百个人来 中福坐满 礼拜六 但是假如我开课 我通常会九点开到四点 但是他只有给他两个钟头 我就觉得太可惜了 所以我这么说 是很想鼓励你愿意学习 不要只有做一个跟随者 你可以成为带领者 你的生命看你决定 要不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所以你都会问自己许多的问题 所以你假如有做我的功课给你的 你就知道我是在带领你做一种 归纳法查经 归纳法查经就是 如何从圣经里面去聆听 去找关系 去建立架构 圣经都有一个组织 有一个system 这个组织我们从来没学都不知道 你要去学 你就一看就知道怎么连线 所以你做了功课以后 你可能已经稍微知道 我再教你的一个路线 前面这个妇女 她所认识的耶稣 跟最后她所认识的耶稣 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前面主说 我看你是先知 先知是 我看你是讲话难知道事情的 好像会说预言的 但是她到后来她会说 这个人是基督吗 是Messiah吗 Messiah就是神所高游的 神在救援向以色人允许 要给他们一个救赎主 就是Christ 那她就想到可能他 是不是 那犹太人一直等候等候 Messiah什么时候来啊 但是他们期待了Messiah 是来复兴 他们在地上的国 把这些罗马政府推翻 然后让犹太人都抬起头来 掌权掌管 上去可能行个神迹 就会发生这个事 但Messiah来的目的是 拯救我们脱离罪 脱离魔鬼的掌权 我相信你也相信这个世界 实在有一个邪灵的力量 很大很大 明天会在甘先讲道 甘先是创立三四五周年 请我回去讲道 我就给他们一个题目叫做 剧变时代中的教会使命 This world is changing Rapitally changing 所以非常快地在转变 但是基督徒跟教会 你的角色是什么 你的属命是什么 整个我看很多杂志 那些杂志都讲到现代的事情 现在你看到我们的伦理道德的标准 价值观都在崩溃吗 我看了杂志列举了许多 现在在我们美国国家的 法律界的变动 大法官他所判下来就是这样 然后不对的变成对 越来越严重 我看了杂志他就说 教会你 你的立场在哪里 过去只有Billy Graham敢讲话 还有James Dobson 现在他们两个都老了 剩下James Dobson的儿子 Franklin还敢讲一些 但不敢像Billy Graham 跟James Dobson那么强了 所以这个声音就越来越弱了 所以不晓得哪里是我们的真正的价值观 所以耶稣来是要让我们知道说 应该回到神的面前 回到神的里面 才有真正的神要你成为的那一个人 好 我们就看约翰慧四章 那我们时间要分两部分 等一下还会给你一个有效沟通的讲义 所以我有意地叫他不画这一章 这是等一下才要给你 他们在人下上来就拿 我已经拿了 E-mail没有给 对 可以 那这一章里面 我们会来看到沟通的技巧 先让我们去从圣经 也是从同样一个题目 来看耶稣跟他的沟通 怎么达到那个效果 他真是好成功的沟通 对一个撒玛利亚夫人能够讲到 他本来进杰大连水给他喝的不要 后来会认识他 后来还会见证 还会向人说 你们出来哦 这个人墨灰是基督 所以墨灰这一句话里面包含什么 还有一点不敢实惠相信 可能哦 可能哦 但是到后来 所以请你打开圣经 有没有带圣经来 请牧师你要先讲的人 我再去印一些圣经 有效 就是圣经嘛 圣经 他们没有带来吗 有没有人需要我去拿其他 这一个讲义有没有带来 没有印的举手 没有印的 好 我下次给你 他们没有 很多人都自己的主人 好 要带牢去手 带牢去手 带牢去手 OK 我们就从四章第一节开始 我们分几个阶段 你有带圣经 拿着你的饼 那么 我们在看耶稣沟通的方式 他先给耶稣 这里讲到他离开犹太的原因 因为外面在传说耶稣给很多人施洗 但是他来的目的不是要施洗 所以他就要离开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他就要到哪里呢 就要到加利区 在第三节 请你follow 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那撒玛利亚 你跟犹太人有什么勾结呢 因为撒玛利亚人就是跟当地的人结婚 所以犹太人是看不起他们 说你们是变种了 是杂种的 所以我们不要跟你们来往了 就是这样 所以两个民族就变成不和好 不和好到一个程度 犹太人说 我也不经过你的地方 你也不要经过我的地方 这个叫做隔阂 这个叫做隔绝 那跟你们当中有许多这种情况 然后你看到那个第五跟六节 有讲到这个撒玛利亚城的意义 什么意义呢 那里有一口井 那个井是谁留给他们的呢 雅各 那他们都知道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是他们可尊敬的 一个祖先 所以这个雅各井是对他们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们就 都会来哪里拿水 但是这里有特别提一个字 你假如有圣经里的特别看你观察 那时月有五正 就是第六节的最后 就是中午 那你知道犹太国是非常非常热的 特别是在中午 平常人家不会中午来拿水的 那你猜这个撒玛利亚夫人 为什么会中午来拿水 要遇到人 对 他要逃避见到人 那为什么你就知道了 后面就告诉你为什么要逃避 但是我问你一句话 耶稣那天 是不是知道 这个撒玛利亚夫人会来拿水 知道 等于他是有意 要来跟这个妇女相遇 要来跟这个妇女相遇 目的是要让她有机会回转 所以他就故意的来经过撒玛利亚 所以他就故意的来经过撒玛利亚 当他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 果然这个妇女就在那里了 我相信耶稣他假如要让这个水 能够碰出来让它可以喝也可以的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他就表示他找一个连接点 这个叫连接点 沟通的连接点 你有水 我要水喝 所以他就向他要水 那很多时候我们沟通的时候 能够让看见你的需要 也是一个打开线的方法 而不是常常站在我有东西要给你 我要教你 我逼你懂 所以这个是我们沟通的一个大指外事 我比你懂 你应该听我 那假如我们能够先肯定对方 让他知道说你也很想从他得帮助 你也很想从他学习 那就也是一个开通沟通的路 那比如说你今早 我是在艾恩认识那个詹姆 你是Gene 那我也认识Lisa Lisa很特别 她在艾恩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来往的机会 那她听到我去台湾 她就E-mail给我 我说她在为我祷告 那我就会给她一些报告 说很好 你会祷告 那今天很高兴看到你们 那我就会想说 哇 这有两个姐妹 爱问你们两个来而已 他们在开始做一种生命流出去的影响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等一下我希望你开始学习沟通的时候 你能够先向对方表达 你看到他有什么可以给你的 就是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人看起来很健康 那你会说 我看你好像很健康 我很想学习健康的道路 你有什么秘诀吗 我是很欣赏美的人 我很ığı美美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人 他的皮肤好漂亮 然后我就问他 你有什么秘诀 皮肤怎么那么漂亮 通常他们给我的答案就是 妈妈给他的礼物 就去遗传 把他我就没话可说了 遗传是不能要的嘛 对不对 本来就有的 那我后来问了好多人以后就发现 这个答案是真的 皮肤漂亮会遗传 我都问他们 你下什么功夫 我还没有得到一个答案说 下什么功夫 皮肤漂亮 假如你们有等一下可以沟通再下去 一定有 因为我皮肤不漂亮 我是相当下拱物 我每天晚上 当然洗眼洗干净 然后摸那个 那个叫什么 不是 那个叫一种油 不是 都不是 很便宜的 也不是 现在找不出来 也不是 不是 那个都是做过的 它是原始的 蛋白 都不是 蜂蜜 蜂蜜 不是 我下次拿来给你看就好了 然后我是因为从一个钢线的姐妹学的 她做一罐给我 她说 牧师这个很便宜 有一罐七块钱 你倒一半出来 然后加酒 那她说 她是加很好的日本酒 我就买最便宜的米酒就好了 是这样的 加一半酒 然后就摸摸摸 手也摸 脚也摸 然后晚上用那个油按摩按摩 所以我是有相当下工的 我没有用化妆品 就是这样 就是要让它煮润了 也没有用那个脂肪也没有 就这样 很简单 就是 就是给自己比较好一点 那我就会教人 告诉你 摸油很好 但是我都会向人把他的优点 然后可以给我的东西 先问他 健康 你是吃什么啊 然后你看起来很有笑脸 我很需要学笑脸 你教我好吗 我会这样 真的我很需要学笑脸 我太严谨了 太严肃 现在好一点 有没有好一点 有 都一直很有笑容 以前不得了 实在是 像那个 有人教我妈做伯 他惨了惨了 妈做伯 就是好严谨 你牧师很会笑 哦 现在学了 学来了 因为努力向自己说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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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怎么笑也要学 真好可笑 有笑的沟通 有笑的沟通 他就是笑的天才 你知道吗 是啊 他的脸 anytime就是smiling 都是在笑 很有吸引力 那我们就没有这个本钱 就要努力才有本钱 教学 所以我就会向人说 问他 你看起来很健康 我说 你看起来好漂亮哦 你怎么会穿衣服啊 那是从我的心里 我就是这么会欣赏别人的人 所以当你会欣赏别人的时候 人家的沟通线就已经开了 很可惜我们很多人 不习惯讲话 你知道吗 他会说 我就是这么安静嘛 我也蛮安静的 我可以整天在家不讲一句话 但是为了要打开沟通线 那么这个夫人怎么说呢 哎呀 好好玩哦 你可以两个讲义同时看 我会两张一起说 那好好玩就是 这个妇女说 你这些犹太人 怎么像我一个沙曼妇人要水喝呢 这个叫做主爱沟通线 你看另一张哦 你要学沟通 一定要先找到你的主爱是什么 这个妇女就有偏见了 是优越感 这里是我们的城市啊 你到我的城市 你不知道你根本不好吗 你想我会给你水喝 别想了 他已经提出那个主爱沟 所以请你看那个沟通的讲义 除去障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有优越感 有名字观念 自我意识的偏见 偏见 特别画圈圈 然后这都成为你心中的墙 好 把这个缩小范围 你跟你的先生 跟你的家人 跟你的孩子 把这四点你放下去 你有没有优越感 就是我去顾虑 我讲的话你要听 你不听就是不乖 而且是不应该的 然后还会讲说 带你来美国最后位 在台湾你就不会这样 讲这种话回路我 就是这样 我们很会讲 我的位置难道不配受你的真净吗 为什么你这样带我 为什么你这样带我 这已经是阻碍了 他说我读书比你比得多 你还讲什么话 对 你有什么资格想要教训我 他知道自己一直输了 一直输了都被弃压了 那没办法他就拿出来 对 拿出来这个挡出去 对 拿出来的 婆婆媳妇一样的 一样的 婆婆有婆婆的尊严 婆婆有婆婆的权利 对不对 我们很喜欢拿这个东西出来 想一想 想一想 目前你沟通的方式 是以阻碍为先或是沟通 是打通的还是阻塞的 你已经有一种伴侶 一种形式 你沟通的形式 你找出来 最好跟你的家人 假如是夫妻 你跟他坐下来说 我现在在沟通这个沟通课 你要不要给我一点指点 我通常跟你沟通的时候 是否有些东西是 我还没讲 我就已经把那个沟通线阻碍 所以你就不想跟我说了 当你这样说的时候 对方会很高兴的 他其实不相信 你真的想学吗 他很怕他讲出来 你又不高兴 你就告诉他真的想学 所以今天你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你要不要在沟通上进步 要不要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生命的流入管 你的生命流出去什么效果 是从你这个嘴巴出来的 嘴巴讲的对就有功效 人家会接纳你 人家会想听你 你嘴巴讲的不对 你嘴巴讲得不对 你嘴巴讲得不对 就很危险 这个是撒玛利亚夫人 另一方面 他假如不讲第八节 第九节 你说他应该怎么说 这个方法是把主爱先讲出来的 你跟我不好 你向我要什么睡 什么人要试试看 那个姻名人要试试看 他假如从肯定的方面讲 讲这些 不讲这个负面的 讲正面的 他会总的讲比较好 这么简单 你是说妇人 是不是 好 先生 这里有打好的水 请你尽量喝 all you can drink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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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们跟你们不是很有往来 但是因为你来到我们的村里 你现在渴了 那我正好在井边打水 所以你向我要水 我可以给你喝 很好 你要进一步很好 就是说肯定对方 好的地方 就妇人也要来肯定也是吗 不简单 你能突破这些 犹太人的什么样子爱 竟然肯经过我们的乡村 也肯向我药水 你好棒 当然我会给你喝 就这样 所以时常都在肯定对方 不然肯定耶稣 耶稣也肯定他 这个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耶稣的回答 一共有几次耶稣讲若 第一个若是第十节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找求他 他也必找给你活水 归纳法查经是叫你非常仔细的读 然后每一个字都要推敲出来 去看到他的真意 这里讲几件事 原来几些重要的字 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 就是说 你假如知道上帝要给你的东西 还有第二件是什么 你假如知道我是谁 像这样你就会在圣经旁边写一跟二 分类 归类 叫做归纳法查经的秘诀 所以耶稣向他讲的一句话 已经包含两件事 一 上帝有恩赐要给你 你认识我 你就会不同 两件事 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 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所以这个时候两句 圣诞里面有两个字你就要画下 一个是恩赐 一个是谁 你要知道上帝有什么要给你 然后你要知道是谁会给你 给你的是谁 你必找求他 他也必找给你活水 好 注意每一个字是归纳法的特点 你必 两个必 当然你知道上帝有这么多好的恩赐要给你 你就知道我就是那个要给你的那个人 那个神 你就会求他 他就找给你活水 所以这里有两个找 第一个是找 求他 第二个他必找给你活水 那这里活水有没有特别啊 特别 那就要圈起来 你就要去思考活水是什么意思 后面 耶稣就会说明这个活水 也是要给的是活水 但是你看十一节 你就能知道说 富人所想的活水 跟耶稣所说的活水有没有一样 他想的还是这个井水 你没有气聚 什么能够得到这个活水呢 然后他还引用历史 来反驳耶稣说 我们的比你要给我的好 意思是这样 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子 并身序也都喝这井里的水 难道你比他大吗 这一句话的意思含意是什么 你可能不会比我们的祖先大吧 然后第二个话语 包含在里面的时候 你是谁啊 所以这个叫分析 这个叫聆听的技巧 同样赴你一句话 你假如学习聆听 你会听到他讲的两件事都要说出来 每一次聆听 需要聆听到真正的含意 实在讲叫沟通 我在写离祖刚刚还没开始 甘线教会的时候 开了一年的妇女课 然后第一个课我开的是认识自己 我那个录音带 销到差不多五千一万个 改变许多人的生命 认识自己 第二个学期我讲沟通 每一个学期就三个月连续的讲 第三个学期讲儿童 所以沟通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你假如上了这个课 虽然只有一次 你会不同 你会开始怎么样 你会开始很详细去听 听了以后你会分析 他这个人这一句话里面 不晓得包含哪些他真正想说的意思 所以这个妇女说 你没有东西拿水 你怎么拿 第二 我们的子先比你大 难道你比他大吗 你是谁 三件事先包含在这里面 听的人经过训练 聆听的人他已经都分析好了 他里面有这些东西 所以有聆听就很大的学问 这是第二个若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 成为全人只永到永生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可 这一句话里面包含了几件事 第一 我所要给的水内涵不同 结果不同 所以有不同的地方 它的content不同 它要给的是不同 而且这个水有一种改变力 不但只可还会在你里面 用的水去供应别人永到永生 所以这个是讲到灵的问题 我们的灵假如开了 你的生命会流露出许多可以影响人的 而且你对世界不再追求了 你的整个价值观会改变 因为你里面得到一个满足 那人真正的满足要从神得到 有了神就要满足 没有神 你得到全世界也没有满足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菲律宾的那个总统 以前不是一个女的吗 听说他的鞋子有三千双 那我不知道三千双要怎么排 整个房子排得了三千双吗 那每天要穿鞋子 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想一想 到底是穿哪一个鞋子比较好 很显然你可以看到 我们也是很快会很大 大车大房子 什么都要打 这里面有一种可 其实这个可实在是要神 那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们 我们不知道 我们会往这个世界去追求 想要从世界得到 一样的 婚姻也是一样 这个不满足 那个不满意就是一支患 也是一样的 里面可 但是真正的要的是神自己 因为神创造我们 是要我们回到他里面 来享受他 来得到他的爱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有真正的满足 假如你这种觉醒 能够趁越早越好 越早越好 你就不必浪费很多 精力跟生命跟钱财 在永远在永远 在永远不能满足的事情 只有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 就是他自己要来 住在我们里面成为全员 我们把十四节背起来好吗 人若偶人所赦的水 就永远不渴 我所赦的水 要在他里面成为全员 只能报告永生 然后你在旁边写七章三十八节 我通常是这么记得七三八 跟这一节有关系的 这一节要跟这一节连起来 信我的人就如今上所说 从他父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江河 想想看 活水会停止 活水会满足人所有的心灵的需要 活水的江河 所以每天我们需要到耶稣里面来喝做活水 同时我也送给你 以西节三十七章跟这一节连起来 以西节是在旧业 三十七章 四十七章 四十七章 然后四十七章里面讲到有一种从圣殿流出来的活水 然后这个活水呢 从第六节开始写这个活水的作用 所以从旧业呢 就一直向我们提醒活水的重要性 他说看到这个圣殿流出活水来 那这个活水所到的地方呢 这个第八节 流入沿海 流入沿海使水变田 这活水所到之处 凡之身的动物都必生活 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地有极多的雨 海水也变田了 这河水所到之处 百物都必生活 比如渔夫站在河边 从影基底直到影影隔连 都做沙网 沙网之刺 沙网之刺 那雨各种其类 跑向大海的雨 这么多 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 就在十二节 所以所到的叶子不够干 果子不断绝 每叶必绝新果子 而且连叶子可以致病 这一段圣经是我每天摸想的 因为我需要神的火水 每天充满我 叫我里面的生命能够复生 所以我们里面的细胞 能够产生好的细胞 坏的细胞去掉 所以我每天跪下祷告上班之前 灵修之后 我会摸想这一段圣经 我也鼓励信头到礼拜堂的时候 要默想这一段 圣所自盘所流出的活水 今天浇灌在我里面 使我里面的生命活了 能够生命活 能够结出果子 能够使盐水变成甜水 因为这生命水有一种改变生命的作用 所以回到约翰福音第四章 所以一步一步 耶稣在沟通上有一个目标 这个总目标有两件事情 第一 要他知道他里面真正的需要 要他认识到 就父女要醒过来 知道说 你里面的壳不是一直换丈夫 你里面的壳是回到神 虽然犹太人都相信神 也知道他们都是猛狐的后裔 但是没有真正认识神 目标第二 要他认识耶稣 而能生命改变 第一 要他知道自己的需要 第二 要他认识耶稣 所以耶稣就往这个方面一直带他 带他先知道你有一个需要 那你现在这个需要 什么都不能满足你 那我来了 我就是给你那个需要的神 后来这个祝你 向耶稣求了 请你比较十五节跟 常常要做比较 十五节跟第九节比较 才能说 合体跟辩家 角色有改变了 沟通发生功效了 發生什么功效 本来他自己给水给耶稣 现在他求耶稣给他水 是不是 沟通发生功效 看见自己的需要了 他提出来他的需要说 先生 请把这水赐给我 叫我不可 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但是呢 只是看到他的需要是要水不要来打水 而不是心灵的水是他需要的 他还没有看到这一点 说好了好了 你的水这么有功效 喝了就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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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耶稣的沟通计较真好 目的还没有达到 目的要解决到目前错误的关系 耶稣说什么 去叫你丈夫来 注意下面的沟通 他说我没有丈夫 他说我没有丈夫 这一句话我在沟通讲义上面有提出来说 假如是我们 你会怎么回答这一句话 这个人明明有过五个丈夫 现在他说他没有丈夫 假如是你 你会怎么说 你很可能会说不要骗我吗 我早就知道 难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你的心都看透了 这句话我们会想对不对 常常向人说你的心我都看透了 你不要骗我啊 这个叫错误的沟通 我们很喜欢指责别人 然后抓住人的弱点 然后拼命攻击 就是沟通的 失败的地方 我这样想的时候 我这样讲的时候 你会想到自己有这个倾向 不要再骗啦 你过去每一次都是说法 我还会相信你吗 你这么晚回来 你骗我说你没有去做坏事 我哪会相信呢 已经被你骗了几次了 好好说吧 他说说 你讲得不错 你那一方面来说是不错嘛 因为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 所以你是等于没有丈夫吧 这是我们最需要学的地方 不抓住别人的弱点 加以攻击 阻塞沟通线 我们比较容易抓住别人的弱点跟错误 做我们的本钱来加以攻击 这是沟通最致命上的地方 不通了 你这样看我就不通了 所以我说你读经 我要常想想 可能 耶稣可以怎么回答 一般的人说 不是说不错 是说不要骗 对不对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还肯定他 你这话是真的 结果我们说不出来 我们不会从那一方面去讲 而会抓住别人的弱点来攻击 这是沟通的阻塞 很多时候夫妻就是这样的 而且一辈子是这样的 为了赢啊 勾不通 对 挂上衙 对吧 你有这么多的弱点在我手中 我可以抓住你这些弱点 所以你讲的话我都不信了 这个叫做阻碍 这不用说了 人家也不想讲了 你也不相信 你还说什么话呢 学习吧 就叫沟通技巧 假如你发现配偶有问题 你可能从第三个立场来了解它 说 我好像觉得 最近你的生活 schedule好像有一点不一样 那我好像觉得 你有一些心事 想跟我说而不敢说 我非常希望我们是真正的夫妻能沟通 假如你能够告诉你最近心境的变化 苦闷 我都很愿意聆听 这个会比较有功效 不一定他会讲 但是至少没有一下就阻碍了 慢慢的他看你有诚恳 很想聆听他 他会一点点透露 那个时候就容易沟通 所以从这一点 我们可以学习耶稣的沟通方式 是打开通路 而不是阻塞通路 第二 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他的话语 另一个角度是肯定的角度 我不是火定的 肯定的角度就是说 真的你讲的没错 现在的丈夫也不是你的 你等于没有丈夫 是对的 就叫做肯定的角度 而不是拿错误的角度来讲 路就塞了 有一些父母 他们很会抓孩子们的错误 他用父母来做把柄 来攻击孩子 我有遇过一个个案 父母是很严格的 他是受日本教育的 孩子呢 一周六打工 洗这个游泳池 去帮他洗 有一次 他忘记加油 没有油 就没有油可以去清洗 他要向他爸爸借车 两个方法你可以回答 一就是说 你昨天可能很累 就忘记加油了 我可以借你 但是我几点需要用车 可能我拿你的车去加油 等一下我去跟你交换好吗 这是最好的方法 第二个方法 这个爸爸讲的是说 我就知道你这个孩子 不负责任 自己小的今天大早要去清洗游泳池 怎么昨天不加油 不借给你 所以到后来 你可以想象这种父子的关系 是破裂到很激烈 因为你可以想象他经常是这样的 那你说爸爸不对吗 也不是不对 他想训练他的责任感 但是你训练责任感 还有一个弥补的方法 对不对 他现在已经急着要去了 你有弥补的方法 或是我带你去 或是我去帮你加油 他说什么都可以 但是他就拿这个机会来再骂他 说你就是这样的人 我财不会借给你 你自己去想吧 这个方法很多在用 真的 因为你想你是本意是好嘛 而训练他是好的 他是想到你的孩子 结果后来是很惨很惨的关系 如果孩子越长大 他可以到爸爸的办公室 可以骂他 甚至有一次打架 他长大提哥非常好 你就可以知道 这沟通不好破坏关系 是很难恢复的 要用几倍几倍的时间去work 才能恢复的 才能恢复的 我看耶稣 实在是很棒很棒 这一句话 二十节 十七节 十八节 值得我们好好去想想 他不但说不错 还说你这话是真的 哇 肯定对方 对的地方 有另一个观点去看他 你就会知道是不同的 所以你这话是真的 十九节 忽然因为他这一句话 有没有打开他自己 有没有改变他对耶稣的看吗 有 我看出你是先知 后来妇女好像要赶快逃避他的问题 所以把问题拉到一般的问题去 敬拜的问题 祖先的问题 民主当中的问题 所以就把他拉开去了 我们的祖宗在这三下礼拜 你们岛说应当地 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他们宣是这样的 互相争哪一个是对的 耶路撒冷是金城 是本地 在这里敬拜才对的 大卫所开建立的这个堂圣殿 这里才对的 但因为他们没有来往 所以 撒马利亚人说 我们不必到那里去 我们自己的山上都可以抵抬 耶稣说 夫人 你当信我 时候将到 你们拜父也不在这 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 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 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 于太人出来的 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 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 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好 请你看 沟通有一个往上爬的线 耶稣 虽然这个父女 把话题转到一半 但耶稣没有输去这个机会 所以要带他看见说 真正敬拜神是心灵的问题 不是地方的问题 不是地点的问题 那不重要 重要是你自己有没有真正 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敬拜神 因为神喜欢这样 每一次沟通 都有我叫做 最高顶顶 那你可能都要自己心中想一想说 我这一次跟他沟通的 最高顶顶的目标是 耶稣不但要他认识耶稣 认识他自己的需要 更要他认识神 如何来敬拜神才真正有功效 这个叫做提高层次 所以假如你未来一个问题 意见不合相争 但是你心中有一个更高的目标 是让这个人真正看到他的需要 或是引起这个人 有一种更高的可目 要可目神 那才是你更高的需要 所以记得 沟通有他的更高层次的目标 要设定好 有时候你其实不知道 但是你谈那谈当中 你会慢慢知道说 哇 神在这个人身上 一定有他更高的目标 我要让他知道 所以你就会转到那一方面去跟他谈 我常常有很大的期待 因为我相信神可以用每一个人 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恩赐 所以我每一次跟人谈话都想引起他 看见他自己的宝贝 然后这宝贝要如何在神手中成为有用 这是我每一次谈话都想这样达到高层目标 所以跟我谈到事工吗 跟我谈到他现在的困难吗 但是我都想要说让他看见说 你在神眼中 神对你将来的计划跟目标是什么 这叫做扩大眼界 提高层次 这是沟通的一个更好的目标 比如说婆媳之间有问题 婆媳之间常常因为有小小的问题就成为问题 其实婆媳之间很大的问题的根源是这个观点的问题 婆婆以为说我对你有所期待 媳妇对婆婆有惧怕心理 这两个心理会产生很大的阻碍 我对你有期待 你应该是这样这样做的 我把一个孩子送给你 这个孩子不够好吗 好命都在好命 老婆在这里想哭 所以心中难免都会有这些不满 已经产生阻碍 那么这个媳妇呢 有很多种媳妇 有的媳妇是真的是她很想跟婆婆沟通好 然后能让婆婆喜欢然后快乐这样 但里面难免有害怕 这样做这样说不晓得她会怎么样 都有害怕 那婆婆假如知道能够说她更高的层次是 能够跟媳妇成为像母女那样纯尊的爱 这是目的 她假如有这个目的 她真的会往这方面努力 除去媳妇的惧怕心 然后处处会媳妇想 然后真是爱她像爱自己的女儿一样的 就是她会这样的努力更高层次 然后更高的一个层次是 她会关心到对方的灵性的程度 她的灵不晓得怎么样 那你假如已经是得到经历主的人 你会很想说我要如何 也让媳妇或婆婆能够去享受到圣 比如说你今天假如你是婆婆来这个班 我不知道你回去会不会跟你的媳妇沟通 或是儿子沟通 你会不会告诉她你今天得到什么 然后你心中老师有讲到婆婆跟媳妇 然后我就想到你 那你实在是我很好的媳妇 那不晓得我有没有 不然今天我们上课所说的这些问题 不晓得有没有用我婆婆的立场要来压你 然后使你觉得害怕 可能我有 那你就老实告诉我 我会努力的 那我真正的目标是很想跟你 很自然 然后就是好像妈妈跟女儿这样做 慢慢就可以分享心灵所得的 我邻居的时候就想到你的替你感恩 我知道上帝也可以很重用你 很多这种沟通层次会必高 所以实在好钦佩耶稣 怎么这么聪明 讲话讲得适当 然后有进展的余地 我带人提到 讲到神要怎么敬拜 真正神喜爱的是什么 那心灵诚实拜祂 耶稣说 好 父明 转拉转拉 二十五节 我知道 你第一次遇见的时候说 夫人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就是你们所期待的哪一个 就在你前面 你不赶快给我什么 这个叫沟通的层次 到一个层次 你可以真正表现 事实讲出来的层次吗 实际会倒 楼梯会铺好 不要跳 一步一步来 你使对方能信任你 比如说你要代言一个人信主 简单吗 不简单 铺桥 铺好久 这个楼梯一层一层 最先一步要是什么 爱人嘛 对不对 对人好 帮助他诚恳真实 这是带领人的先第一个台阶 他看出来你真是不同 然后看出来你不是只有帮助他 你自己的生活是他很羡慕的 你怎么有那么多喜乐 看起来你怎么这么大事情 你也没有被打倒 还是站得那么稳 他会信你了 所以这个叫铺楼梯 打管道 打水管 没有楼梯 没有铁路 没有水管 是不通的 那你就要看你现在你这个对象呢 跟你当中有没有水管 有没有铁路 有没有台阶 假如都没有 每一次讲话就吵架 每一次讲话就不高兴了 甚至一个礼拜都不想跟他讲话了 就不通了 你就要反省 坐下来跟他谈一谈 为什么我们的沟通线这么不好 好 我问你 你遇到对方不是很会沟通的人 那你与自己表达都很难被领受 你会采取关闭或是会努力开通 第一或是第二 最容易的 我也是 就不想讲了 因为这是最容易的 那假如我们真是 我叫做清水沟的时间 一个礼拜有一次 或是一个月一次以后 我们先讲好 说我们要增进沟通线 所以一个礼拜或一个月一次都没有关系 要一个清水沟的时间 清水沟就是你在里面所积压的东西要清出来 讲好这个时间我们要把里面的积压讲出来 一方在讲的时候 一方只有聆听 不能辩解 那是因为你这样 我才这样 不能辩解 只有聆听 聆听的时候只能说一句话 明白了 原来如此 明白了 我听到了 就这样 只有这样 这太难了 你是说夫妻 还是说老师 对 夫妻特别 所以有跟朋友也可以吗 朋友也可以吗 对 朋友也可以 跟比较容易 对 夫妻最难 清水沟是非常重要的 积压太多 不通了 看到一些 在美国退休以后 有些人 他没有兴趣住在一起 一个回台湾 一个住美国 我常常心里纳纳 问我说 他不是已经疲倦 跟这个人住在一起了 你想什么 少煮一个人干 少煮一个人干 那么简单 就不习惯接受对方的这种生活方式了 然后讲话也不通 也没有讲话 就一个人住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好悲剧 你知道吗 好悲剧 那退休不是要好好享受对方吗 原因就是沟通线一直积压 已经任何一方都不想去清水沟了 趁着还有机会清水沟 但是老实讲 问题是双方都愿意了 一方假如不愿意 真的太难了 双方都愿意说 哎呀 真的 我们不应该有这种生活 假如一方不愿意 有一方可以先采取一种态度 就是说 只要听 就刚刚我讲的 你要不要讲你小时候的故事给我听 他会讲不完的 然后你说 哦 知道了 明白了 就是这样 所以你才会这么一样 就开始吵了 就敏感了 听进去了 知道了 认识你了 谢谢你帮我了解你了 我知道了 万一他每次都讲一模一样的 就知道 验到验了 真的 验了不改变 对啊 不过有帮助你了解 对吧 真的有帮助你了解 对吧 我的吴慕斯士 他们家里很看重做好事 行善 那他行善是广集空中的鸟跟水里的鱼 所以他在礼拜天会收集人家吃不完的面包一大堆 冰箱常常有一大包的面包 他拿到公园去撒给这些乌鸟 乌鸟 不是小鸟 乌鸟 乌鸟来吃 那他就很高兴 说 我在养鸟 那对我呢 我很不习惯 是我们家里很索规矩 什么都要讲规矩 公共场所不能乱撒东西 对不对 然后你鸟来吃东西就放晒嘛 对不对 那公园就脏了嘛 对 那我就真的不习惯 真的不习惯 我吴慕斯士给他讲说 你这样不好 你损害了公共卫生 这哪里 那些鸟都好高兴 看到我去都来了 好高兴 我只有接受 没办法 因为我眼睛看起来这个没办法改变它 所以很清这个冰箱的时候 很想把这个面包拿去丢掉 又不敢 所以冰箱时常有这么大包的面包 我说 那个鸟吃这么多面包不好 就找小鸟吃太饱 会死掉 不会 不会 它们长得很好 像这样我就开始明白说 因为它们就是很判重行善 连鸟也要行善 就离开了 不再提这个事了 没有功效的事情 你再提会影响的关系 就让它做 很多很多生活习惯的差异 真是好有趣 这个世界 明明不同的人会住在一起 然后要住一辈子 以后天上还要再在一起 我看你不会互相羡慕 只有羡慕耶稣来 不会说 我要去找我的爱人 好好啊 如果中心点是什么 我们是在彼此了解 彼此接纳 这是很要紧 别是在这里有没有接纳这个妇女 偷偷接纳她 没有侵蚀她 有些在这里有没有对这个妇女 承受盼望 有 承受盼望 让它更好 而且这个盼望有没有实现 实现了 成为见证的 成为神的事 好成功哦 真的好成功 这一次实在是太成功了 不仅传福音还让他 对 他认识主 母看见自己 然后传福音影响全称的人 所以这个叫进展性 后来他在二十九节 他竟然敢公开说 他把我的事情都说出来 全称的人知道他的事情嘛 但是他哪里敢说 我的行为 这个耶稣给我讲出来 好 我们跳到这个最后 四十节 三十九节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 因为那富人做见证说 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 这个叫见证 耶稣在你身上怎么影响你 怎么改变你 这个要说出来 所以沟通线也是把你的真我说出来 我原来的真我是怎么样的 后来变成我在演假我 所以过去到现在 那可能我跟你的友情朋友关系呢 是一种假我 我只是想努力让你喜欢我 这个叫假我 我要承诺是双方都能够很放松很轻松 能够来往 这个礼拜 上个礼拜六 我为我的知心朋友指持葬礼 就是礼拜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不很多 但是我为他写这个 怀念他的话的一篇文章 我应该拿来送给你 我就写我给知心朋友的怀念 为什么会成为知心朋友呢 每一次我们都觉得 I can be myself and this is my to me 不必假装 我也不必假装 我也不必要教训他 我跟他在一起从来没有教训他 也不必讲道给他听 都不必 就很自然 他的做牧师很少知心朋友 你知道吗 很少 他们可以敬佩你做老师做牧师 但是很少成为知心朋友 所以知心朋友是你可以信任他 我是在来美国南湾第一个站 开拓教会的时候跟吴牧师 他们是在那里的 他是一个十二个姐妹当中的一个第三个女儿 非常唱歌好 我好像也有给你他的十歌纪 他独唱的 应该没有的话应该你要得意 不过他有天生感动我的歌声 然后就他那个时候就每个礼拜带我 我不会开车那个时候 就送我到西里酒开车的 就是妇女心理健康班 是这样认识的 这样养人之久 后来彼此都分开了 现在她是住在El Monte 然后我在这边也很远 然后我就很自然可以把她当作出行方法 一月我去教书 去神圈教书 我说你要不要来神圈 我们讲一个午 中午我休息的时候 我们去吃饭吃东西 他说好啊 他就真的从 我们就开到那个政党 那我们就中午就一起去 他很胖 然后稍微拿着一个拐杖 那一个时候我们就手牵手 然后就走在街上 走到一个吃面的地方 很简单的吃面 也不必说 哦 要来请我吃什么东西 我们就很自然 说我们叫个面好了 就这样 然后就谈谈谈 那个时候他就告诉我 说假如有一天他死了 他希望海藏 就撒在海中就好了 我说你这样不太好 怎么撒在海上 他说哎呀 人生 没什么可以留在这个世界 虽然他有 要嫁给医生 然后他有两个儿子很成功 然后一个媳妇也说非常好 好像女儿 哎呀 世上没什么了 不必留恋 也不必给人记念 我说不好 你一定要给孩子们 祖身有一个记念 你的connecting point 至少到魂地 他竟然会更想到你 可以是说你的故事给后代听 所以不要这样 后来他只有一个星期就过世 他因为喜欢帮助人 他到两个院去探访他的亲戚 就是为了带他信住 就感染到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就肺炎 一个人住 那就发烧 他就不知道 后来他严重到不能呼吸 朋友赶快把他送到眼睛 不能呼吸 想要给他去接他不要 然后后来几天就过世了 很冤枉 他是86岁 应该他活到 他的哥哥91岁 现在他还在 所以我是很惋惜 但是我就打电话给他的儿子 说他儿子打电话给我 说知道我是他好朋友 我说好 我为他主持最新一代 我说我会做他喜欢做的 他一定会很高兴 我为他讲话 我就上个礼拜留 接下来我自己发现 我自己心中有很大的影响 就是有一点忧闷 我整个礼拜不喜欢讲话 昨天晚上我们去 我儿子教大家 我的小孙儿庆祝七岁 大家一起吃饭 吃饭我去说我要回去 他们都很惊讶 你怎么不留下来聊天 我就要他回去 我就发现我自己里面 现在有一点哀伤 就有一个好表面的气势 但是我是想到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 需要做这么多的假装吗 可以不可以有真的真心朋友 可以很自然的 你可以讲 而且你可以信任他不会讲出去 他什么都会告诉我 但是我是从来不会讲出去的 那就那一天成为我们最后 就是才今年的一夜吧 我还想 我们常用电话聊天啊 对 但是时间就是这样 这样快就过去了 这个妇女 也是不轻看他 也是不轻看他 亲近他 然后最后转这个回 全村的人到最高峰 是在四十二节 这个叫Cramus 我们亲自听见了 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这叫做我们生命影响力的 最大的achimment 成就就是让人看见耶稣 让人看见耶稣 让人认识他 注意我们在教会的时候 父女比较需要注意力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胡适会 喜欢 让人喜欢你 而不是让人看到耶稣 这一点我们父女要特别的注意 传道人也会有这个毛病 就是要让信徒都喜欢他 尊敬他 而不是带到主的面前 让他真正喜欢耶稣 这真是救世主 但是在中间差起 也是像我们讲一件 三十四节重要的事 你是知道耶稣的心中都在想什么 我的实意就是 遵行差罗来者的主意 做成他的功量见识 就是遵行跟做成 以这个做你的目标 第二 耶稣常常要拍我们的眼睛 去看到看不见的事情 庄稼熟了 这是耶稣带我们去看的 第三 三十八节 耶稣带领我们去享受 我们忘记享受的 无论你是杀种的 是收割的 都应该吸的 耶稣给我们 现在请你看有效沟通这个讲义 然后我们讲到除去障碍 讲第二点打开自己 真诚是可以让对方感受到 认知对方的需要 他目前需要什么 引起对方的好奇 耶稣教教他有一种水是不可的 他说给我吧 提供你有的 然后耐心聆听 你看这个 conversation process 整个跟他交谈的过程很长 但是耶稣耐心聆听 然后分析他里面的心意 这个妇女有戒心 然后有里面很多的不满足 然后目前的生活让他有自我惭愧 羞除有羞除感 shame 所以他中午来 他有shame 他有不满足感 然后他有惧怕 然后排挤等等 聆听很注意 就是要仔细地观察 他的手势态度 那罗金耶沙塔尔是一个 专门交沟通的一个教授 那他常常说 我们讲一句话 同时有七个管道在出去 你的眼睛 你的手势 你的声调 你的态度 那你跟对方的距离 都是沟通里面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要注意 比如说 假如有一个人跟你讲话是这样的 你就知道是什么了 准备吵架 对 准备吵架 然后说 很多 所以 台师兄 我们比较会没有注意力去聆听 因为妇女家世很忙 所以一边主汉一边听对吧 所以就没有真正的沟通线 眼睛非常重要 看对吧 然后诚恳 然后侧身 聆听 然后回应很重要 回应会把阻塞的通关门起来 就没办法听 没办法讲 所以回应是沟通里面的 基本上要学的 今天我们已经学到一些回应的方式了 回应的方法了 明白了 对 明白了 听到了 了解了 这是很简单 还有肯定对方 好棒喔 你这样 比如说这个妇女要求耶稣要睡 耶稣也可以说说 你很聪明 这么快就知道你的需要 像我我就会讲到对方的需要 肯定他 肯定对方是沟通了一个很要紧的件事情 你会想到他的优点 每个人都有优点 你想想你的配偶有什么优点 你给他讲出来 比如说一个先生回来 家里乱照照的 他开口会说 整天在家里做什么 对 对 难道你不知道人家回来就要一个整齐的家吗 火了火了 这个太太火了 你讲什么 你讲什么 你不知道我多忙 你伤了孩子 我怎么捡他都乱放 我怎么处理的好 而且你要回来吃饭 又要整齐给你吃饭 所以赶快就要准备煮饭 难道你没有手吗 你不会动一动捡起来吗 很多嘛 对不对 这个都是破坏 也破坏关系 为什么我们会讲这个话 因为人有防御心 因为人有防御心很强 我要保护我自己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你来说家里乱是我的责任 这叫防御心 防御心会阻碍沟通 防御心是一道墙 我因为保护我自己 我就不管你说什么 我就已经保护我自己就对了 这个妇女可以一个很有效的沟通 讲出对方的期待跟心意 跟她的感受 她的感受 她的期待 还真正想得到的是什么 好 我想请这个 你叫什么 你讲 假如这个妇女要讲得对 应该怎么讲 她先生说 乱找找 到底在做什么 来 什么回答 来 了解对方的感受跟期待 很抱歉 不好意思 不必抱歉 不必抱歉 了解对方 我知道你很累 来 先坐下来喝口水 然后我今天做了什么什么事情 那如果你可以帮我 助我防御不必说明你做什么 只要把她的感受期待说就好了 我知道你还不期待 对 会感觉好一点 因为在公司很累 好 我现在开始 我们来训练孩子们也帮忙好吗 然后你就已经训练的孩子训练好 好 吹鼻子 呼呼呼 大家可以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买了这个鼻子 一吹 然后以后 童子均者和三个孩子 轮流做班长 然后连小的都可以吹鼻子 轮流 然后吹的时候 每一个都要出现 然后慢慢进步 所以下次呢 我们不要再爸爸要回来才做 爸爸还没回来 听了 吹鼻子 你吹鼻子 我们都赶快来收拾好 就这样 训练他 顾着人 所以很多方法 但是最要紧就是 把对方的期待收出来就好了 收拾 对 肯定他的感觉 收拾他的期待 对 然后有什么改进的方法 你也可以说 比如说你想到说 我想到了 我要来训练这些童子均 这是很多方法 但是最要紧不要阻塞 阻塞就很难 通常我们习惯这种 Defensive communication 防御性的沟通 保护自己 然后怪罪对方 这样是很难的 所以打开自己真诚 知道自己对方的需要 引起对方的好奇 所以耶稣告诉他 你假如知道我 那你会向我要谁 这好奇 比如说 陈姐妹 我跟你做朋友 做这么久 我实在是很想 把我所得到的好的东西分给你 那他说 什么好的东西 你哪里在Sale啊 你说对 我突然也会告诉你Sale的事情 但是今天我一直想要有一个责任 很想分给你我自己心里面得到的好东西 然后你就问他 你遇到事情会不会很多的烦躁跟烦恼 都会吗 没有耶稣的人更会 他说我有一个好的经验 假如你有很多烦躁的事情来的时候 你静下来 然后你说 耶稣请你帮助我 你试试看 很有帮助 你是这样告诉他 所以好奇 你有一个东西可以叫他不必烦躁 这个就让他好奇 什么好消息是什么 提供你有的就是把一些你的经验 然后对方一定没有什么 我很想告诉你的 有些人 讲话无同的 你只有听他也没有结果 你同意吗 同意 真的有的人他第一个钟头可以讲 没有头绪的事情 所以你要训练 帮助他简洁归纳 你会说 把他刚刚讲的事情说 讲重点 不是 讲重点就是老师 用老师的方式 就是说 我刚刚听你讲这些话语 我很想了解 我有一些了解 那你把它规划 你觉得你先生对你不太好 你觉得孩子们不太合作 还是说 你觉得现在你的心理很晚照 不晓得你到底做什么工作 比较适当 把他归纳起来了 重点归纳起来 然后帮他厘清 厘清说到底你现在要的是什么 厘清 这个归纳的训练是很好的 其实你去学归纳的话 你会学到很多这种东西 把事情归纳 比如说开会 有的人讲的意见 根本没有中心点 然后我是最会归纳这种 开会所有的要点 我说好 我停下来 刚刚我们这些人 我给他接信意见 我把他归纳成三点 就这样 所以你说聆听 不是说无限级的职业听他 你要把他真正的问题交给心中要的 你替他说出来 这是归纳 然后呢 到底他心中的心意是什么 分析对方的心意 比如说他讲他婆婆很多 让他困难的问题 你会问他 我很想知道 你对你婆婆到底真正想要进步的是什么 真正想达到的是什么 我想你也不愿意有这种关系存在 你跟他有阻碍 你不愿意 你真正的心意是否 然后你替他说 他假如说不出来 你替他说 是否 你很想跟你婆婆有更好的关系 我想这一点每个人都会讨厌的 哪有一个人是故意要布不好的关系呢 你把这个要点拿出来 你是否很希望跟你婆婆有好的关系 然后从那里出发 那么你想现在 你跟你婆婆当中的一些阻碍点是什么 可能很多抱怨是这样 他对他的儿子太重了 然后他年代的儿子什么都要叫他 我只要听就气了 然后又要叫他做什么 然后你归纳他 你不要马上笑叛断说 哎呀 妈妈其他儿子帮助他是应该嘛 你媳妇应该要符合就没问题了 这个叫你的错误的沟通法 你现在要表现你了解他 所以我明白 婆婆比较黏着儿子 那你很不习惯 那你希望婆婆也能够独立一点 然后你想这个帮助婆婆 更独立的角色谁来演最好呢 我的意思我心中也想好 就是他的儿子也要帮助婆婆 更有独立性 我已经想好这个目标了 但是我不能命令他说 这样好了 你下次就这样做 那不是这样的 我会问他 所以一个沟通技巧好的人 他问了很多问题 他只是想提醒对方说 你想假如你的婆婆能够更独立 是不是会更好 那这个角色谁来做最好呢 当然是他儿子 这角色不能媳妇演的 媳妇演一定失败的 那你就说 你想不想跟你的先生有这一方面的沟通 很多先生做儿子的不敢讲话 你相信吗 不敢 不敢向妈妈提什么 但是假如他看到说 因为他的帮助 妈妈可以更独立 更快乐 他就看到远景 他就愿意去做 一样的 你跟同事在公司做事 有些同事让你很不高兴 什么样的同事会让人不高兴呢 自私 你同意吗 同意 很自私 都不是为自己想 想占有 然后想 让上司想到都是他的功劳 这是最让你不高兴的同事 你看到了 你就知道说 这个人他是缺少自信才会这样做 你的基本问题要帮助他的自信心 假如你真想跟他做朋友 先跟他做朋友一切沟通 然后我是很想听人家的原始家庭的故事 原始家庭影响一个人生 甚至他出生的第几个孩子都有关系 是大的 是老妖的 是中间的都会有 中间的比较会被忽略 有时候他会比较独立性 有时候他说竞争嫉妒性比较强 那大的呢 因为他通常父母对大的期待大 然后严格 然后小的呢 就被宠了 假如是他是六七八个十个那个最小的 哇 那不得了啦 大家都爱他 一方面也有一种是最小的被忽略 没有人管他 所以他蛮独立的 他可以活得很好 很多种呢 我非常有兴趣听人的故事 沟通性 一定要彼此听故事 要见他 知道他的来源 聆听的意思 仔细观察 他说声音有时候很急昂 那我就会擦下来问他说 是不是你平常的沟通 都会自然而然提高声音 然后讲得好紧张的样子 他说哦 是这样吗 你听得出来吗 是 有一点这个倾向 不晓得这个可以不可以调一调 然后我会用那种风情做例子 我说假如这个音不调和 听起来比较难接受 那你假如在家里讲话 也是这样的时候 可能对方比较难接受 不要一直是 裸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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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听 裸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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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好听 这个叫合音 跟先生方说也要有合音 不要都是裸裸裸裸 就吵死了 有没有无言之以在而测表达 聆听的时候 你要看对方的手怎么画 眼睛怎么画 他的头转哪里 而一种人他们讲话 他是逃避眼光接触的 很不敢看对方的眼睛 这种人通常自信心比较低 就看出来就是 已经看出来他逃避眼光 他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他会乱抓 乱瓜言 乱要求 他讲错 如果真正的需要 这个妇女是需要跟神殿上心 很多时候 男人他真正的需要 很想跟你建立自己的关系 有些男人他很怕人家 跟他建立自己的关系 他不要 他的哲学是 Let me be myself Don't bother me 不要干扰我 我就是这么长大 我就是很喜欢成为我自己 所以这个你就要去了解对方 假如有人他是不喜欢建立深度关系 你不必勉强 很难勉强 好 回应艺术 接受对方所说的 回应时了解对方 每一个人都很想被了解 到底目前那真正困扰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就是要听的人要找出来的 我听出来好像你生活有很多让你不满意 我听出来好像你有很多的烦恼的事情 不能解决 我听出来好像你有一些失败感在你里面 很多 那你要把这个替他说出来 看他是哪一种的 还有你的终究目的都是想带他 看到那个永恒性的价值 看到耶稣基督里面的价值 所以你有这个目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福音 不晓得你有没有兴趣在这方面来了解 我是很想介绍你认识耶稣 你有一个终究的目的 再过来价值观 不要指责肯定就我们讲过了 价值观是比较困难的 不许一时能够改变的 价值观是很长久他能够让他看见的 比如说你成长在一个很看重关系的家庭 建立关系是你很看重的事情 所以你会努力建立关系 但是有的人他不是他的家庭没有看重关系 他们彼此整个家庭都没有紧密关系 这个就比较困难 所以他不会花钱或是用心去建立关系 价值观 价值观 友情 还有品格 一个人的品格 他看为很重要的 这是价值观 还有你有目标要慢慢往这个目标去走 所以今天你们是很聪明学了这么多 所以今天你们是很聪明学了这么多 你可以回去慢慢再学 现在是昏主 那我们用二十分钟好不好 就昏主讨论好不好 你那个歌要唱吗 我要唱歌 对 要 我都很想把宝贝给你 你自己里面很可能都有一个渴望 跟神更接近 那我是建议你回到耶稣所说的 看重你心灵的栽培 跟耶稣的情境 然后学习个人敬拜 一定要学习个人敬拜 有你自己跟神的时间 然后我每天开车都是在车里面敬拜 那这个礼拜我一直靠一首诗歌 那首诗歌呢 放出来 那首诗歌呢 大家手上有拿到那个诗歌 拿到 养活我很久 那我就很想说 今天很想 封给你 让你能够 学习个人敬拜 那你能够也学习这种个人敬拜 我的那一掌哪一掌 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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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如果要分享分享 就分享分享 就分享分享 我是鼓励你能够学习敬拜神 这首诗歌 整个礼拜 我们的车里面自己敬拜 学习一些你可以祝我敬拜的诗歌 好 我们一起唱 哦耶稣 我需要你 哦耶稣 我需要你 别请我 完全属于你 愿你安然 来拖着我 使我心 全然属于 我的主 我心爱你 我的主 我可无你 愿你爱 来拖着我 愿你爱 使我心 全然 在你 我耶稣 我需要你 你 别请我 完全属于 愿你爱 来拖着我 使我心卻忍住你。 你很想他要把活水出去,就向他回应吧。 现在我们就开口祷告,希望主就站在你身边,就向他回应说话。 我感觉一下,我感觉,你会不会有空啊。 我感觉,你会不会有空啊。 恩主,我们感谢祢,祢来到世界,成为我们的救赎主, 成为我们知心的朋友, 今天我们再次敞开自己,领受祢自己在我们心中, 祢,我们跟你有紧密的关系,活水从心中流出来, 祢,要洁净我们,也收回我们的心,能全然归你, 让我们在这世界,成为祢的爱的流入管,活水的管道, 改变我们自己,帮助我们在沟通上,向祢学习,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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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